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是这么说 无论如何 这一趟回来任务一结束 我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去 我不是国姓的人 我的承诺 我的情感 容不得参上一丝假 一美的吆喝斥责 十足地展现了部落女子 在情爱关系上的主从位置 是一种宣誓与厘清 这一点所有在场的男女都无意义 但一美三两下把西卡尔 打发走的坚持与强悍 却也让陆格露 木牙 两人感到惊讶与佩服 全程只敢背着一美 不敢多看一眼 而躲在一旁偷偷看好戏的一群汉子 也只能倒吸一口气 安静地看着怎么发展 现在一美又这么一叫嚷 大家佩服之余 也像是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 有的人择着舌离开 有的人忍不住又回头多看一眼一美 心想 只要找这么一个女人成家 家里肯定一切都上轨道 一股爱慕之心 忽然弥漫在巴拉罐外围的道路上 也从间 砰砰 砰砰砰 转了 宫琴声开始绕转了 顺着屋子墙面外 金炉灶 父母的床 储藏间 顺时针开始移动 木牙浑身颤抖 又几乎感动地哭出来 宫琴声逐渐移到木牙的墙外 她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 来人或许是她期待的炳山 那个准备接受自己托付下半身的男人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不被预期的爱慕者 现场立刻变得混乱 女人都退向工僚外 靠近部落的方向 男人都站得起来 看着倒地的荷兰士兵 那荷兰兵恼羞成怒 不等同僚搀扶 拿起由肩上滑落的毛色枪 想钻填弹药 为着连大侯则想制止 但扫马一把长刀已经脱手飞去 直插入那荷兰人的胸膛 另一个荷兰人击扎得大声咆哮 并迅速地端起枪来向朝武 扫马设计就在他拉开枪机 短急锤的时候 一道声音扑了上去 西卡尔抽了刀朝他后颈赶去 而此时魏瑟琳也同时拔出了腰间的短处 朝西卡尔脑门瞄准 电光石火箭 现场杀气腾腾 婚姻这件事 看起来都是我们女人做主决定 遇到了这种部落存亡的事 回过头来还是要看这些男人 怎么处理 怎么决定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 一味感慨地说 这是斯布衣已经字的一生 接着在俄代迎领请领祝导后 准备进行增强力量巫术的主要仪式 斯布衣在其他女巫为出征战士细桃珠串时 以完整槟榔切开后 夹上五颗桃珠的槟榔 二十颗排几密的南北方向列成一列 第一段祭词 召唤进入战士手中桃珠串的 是出征战士列祖列宗最初的开机祖领 当斯布衣助导完 抛出桃珠串时 静中午的日头突然变冷 在场观里的亲人 不少人感应到一些特别的接触 因而深沉的寒战 打身体深处串起 游走四肢百害